然後來講一下飾品的卡片 來 我們一樣齁 計時怪呢 也是一樣啦 就是一直下神台啦 那它會慢慢的一直降啦 好不好 那這裡的卡片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啦齁 比較有看頭的 我覺得氣泡孔呢 它應該的range 應該也是在30到50萬之間啦 30到50萬之間 那人魚卡呢 也是會跌 大概也是30到50萬之間 因為人魚卡呢 其實它到後面 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擁有了 那它就會開始慢慢的跌價齁 好 這裡的卡呢 其實講真的 才是講精英卡 真的才有用 那會變成精英卡的最有用的東西是什麼呢 好 就是血腥騎士啊 這張卡呢是精英卡 那聰明的你們應該會發現說 欸 血腥騎士 竟然是精英卡 那我們的精英卡槽是不是 嚇它就好了 對吧 攻速暴擊流了 你們沒有任何更好的選擇啦 你們就下它吧 那所以呢 有些人呢 那時候呢 就會想說 欸 那我應該要下 六張的血腥 還是要 三張三張 就是三張血腥 或者是 跟三張氣泡蟲 對吧 那所以呢 這個你們自己要去 呃 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關於你們掛機的 這個傷害的 暴擊流的你們 就去看一下 那要怎麼去區分 到底要用 血腥還是要用這個 呃 氣爆蟲的話 你們大概應該知道吧 其實我們現在最新版本呢 是有多這幾張 欸 我給你們看吧 這裡的話呢 呃 卡片 視頻的部分呢 其實爭議呢 是蠻大的 對吧 那正常來講 以剛剛我們的那個版本 如果它開金銀卡 的話就是 氣爆蟲好不好 氣爆蟲呢 加這個 血腥啦 完美組合 OK 那如果說你們是為了 屬性卡的 那什麼叫屬性卡 刺客就不用看了 因為刺客 準備你復活傷 對吧 如果你是毒傷的話呢 你基本上就是 血腥 對吧 血腥或是氣爆蟲 齁 就這個組合吧 那你如果是 呃 其他的 比如騎士什麼的 那我們這裡就有一張 神卡 剛剛我們講的 齁 這一張呢 就是增加火傷 這15%的 那這張 呃 原本出的時候 還是蠻貴的 台幅好像有 有到九十幾萬吧 對吧 最貴是九十幾萬 有破百嗎 我不知道 看一下啊 有沒有破百啊 我們這一幅啦 好像是沒有破百吧 有破百還沒有啊 好像是九十幾萬 OK 那這裡的話呢 這一張卡呢 呃 也是導致剛剛我們說 為什麼那張狗狗卡 會那麼貴的原因之一啦 那這個加15%的 那15%的話 這個看你們怎麼去思考了 好不好 有些人就說 哦 如果我是騎士的 那我這個就不需要啦 對不對 我就直接下這個 屬性卡 那你們要看你們附魔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如果附魔火屬的 那這種卡片就要減少 哦 那如果你是 呃 沒有附魔火屬的 那這張卡片就可以增加 哦 那比例呢 你們自己去配了 那這是 未來的屁話啦 呵呵 好 那還有一張卡呢 會漲價的齁 是這一張卡 這一張卡呢 基本上變成神卡之一啊 精英卡一出來之後呢 這張卡突然變神了 那這張卡還沒出來之前呢 它其實算是一個垃圾的一張卡 沒有人去搭理它 哦 它最低價錢呢 是大概15萬左右 對 15萬左右 我沒記錯的話啦 它最低價錢是在15萬左右 哦 那這種卡片呢 為什麼15萬會變成現在這一種 超級厲害的卡有沒有 你看現在的這個價錢 哦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呢 歡迎大家來到 反傷時代 哦 這就真的要講到反傷了 那反傷 這個就很屌了吧 只要你不死 你把這張卡撐起來 你就無敵了 是吧 那我們就說一個 非常 極限的一個 配置 這個一張10% 你我們的飾品是可以下6張的 你如果下6張60% 哦 有沒有很屌 有沒有很屌 你什麼都不需要 你這張的6張 你60%的 物理反傷60% 好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 封神啊 就是有一陣子 體系封神就是因為他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在比較科普一下 這張卡其實也很厲害 就是 可能有很多人呢 就會 沒有注意到這張卡 那這張卡呢 雖然它不是傷害 它是爆傷減免 那你們都知道吧 其實在 BVB裡面 打你們最紅的是什麼職業 你們應該知道吧 對吧 那 就是 通常都是攻速流的 我們就不說技能流啦 技能流的話 這張就沒有用 攻速流打你通常都是紅字的 那紅字的話 這張就可以防 雖然呢 在PVB裡面還會被遞檢 可是呢 呃 這個看個人吧 但是這張卡其實還被很多人忽略啦 那之前呢 我跟你們講一下 之前有BUG 這張卡之前有BUG 我不知道 東南亞服現在有沒有繼承它的BUG 如果你們東南亞服有這張卡的朋友們 你們可以去玩玩看 是不是真的有BUG 那這張卡呢 是怎麼BUG呢 就是 你只要穿上去你去打PVP 本來是這個增加20%減免的嘛 他這個減免的非常誇張 如果別人本來打你幾萬的 你穿這張卡上去 他便打你幾百 喔 那這個其實有一陣子的BUG 是說 沒有人 沒有什麼人知道 那我也沒有講有沒有 我也是個 好平民 好玩家有沒有 我也沒有跟你們講 所以呢 應該有很多台國人都不知道 到現在我們可能都不知道了 那如果你們 呃 已經知道的話呢 欸你們打個1 那我看一下你們到底有多少個人知道 好這個就是非常誇張 而且這個BUG呢 非常的久喔 那個時間 因為沒有人講啊 沒有人講的話呢 官方可能他們也不太清楚 所以呢 就造成這個 我覺得這個BUG好像至少 至少有一兩個月啊 可能更久啊 反正這個BUG呢 就沒有人知道 反正都沒有人買它 你們曾經有誰穿這張卡去PVP的 來講一下 根本沒穿過他張卡 是的 所以呢 這個BUG呢 就之後 也被改了啦 也被改掉了 他就 真的是有點誇張 那時候 真的 幾萬的傷害變幾百的傷害啊 那 好 那這就不說了 好不好 這是以前過去的事情 一個小歷史 剛知道不算 剛知道不算 好 反正現在應該也沒有了吧 所以你們可以去試一下 你們如果手上有這張卡 剛好有抽到的 喔 試一下 抽到 好 好 來 那這屬性卡呢 其實裡面裡面喔 它還是有比較針對的 你們看價錢的齋啊 是不是 這四張屬性卡 有沒有 大家最愛的還是它 好 那就是因為它是火屬的 那火屬大家基本上 都是大家最愛首選 所以呢 最貴也是它啦 好 那這裡的話呢 你們之後再看了 這只是剛好跟你們講一下 讓你們可以有一個搭配啦 好 那所以呢 你們的飾品呢 其實是有三張卡 是 其實有四張卡 很重要的喔 第一種是這一張 第二張呢 是這一個 就是會漲價 會漲很誇張的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血腥 好 那搭配的話呢 有些人會再配這個氣泡 那這裡再跟你們補一下齁 什麼時候要用氣泡 什麼時候要用血腥 這個呢 非常的 有學問的人 你們才會知道齁 就是 你們呢 打的怪 你們打出來的傷害是什麼顏色的 如果你們打出來的傷害呢 是完全紅色暴擊的 你們就用爆傷附加 那如果你們的傷害呢 打出來是有掺雜白字的 而且是平均的話 那你們就要用氣泡 因為氣泡可以增加白字的傷害 紅字的它也可以增加 只是說它的趴數比較少 但是呢 你如果是爆傷附加的話呢 它只能分比較紅字 但是呢 它也是會被遞減的齁 那目前的爆傷附加 最高的上限是1000% 好 這張卡呢 其實也是物以西為貴啦 那這張卡其實你問我有沒有什麼用 我覺得除了奶媽 它也沒什麼用 但是奶媽要用它 用的地方也不大 真的奶媽要用它的地方也不大 那反正我覺得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啦 不知道為什麼 來你們自己看啊 這張卡啊 可能它會一直從高峰一直往下跌 好不好 沒事 好不好 那這個呢我們拭目以待 反正我也不相信你們會買啊 你們這現在有時會買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齁 截圖給我看你買的 好來我們看一下投資齁 那投資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直接講一些後面的好了 好不好 呃 後面呢會比較被人家關注的 有幾張卡齁 尤其是第這一張卡齁 欸 這一張卡 在後面因為三轉的原因啊 三轉的話呢會增加了 這個冷卻CD時間齁 非常的多 那最高 不是最高啦 基本上呢 呃 平均來講都是40秒啦 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到40秒的 這個技能CD啊 所以呢 呃 這張卡呢 就是 還會蠻多人想要 想要的 所以那個價錢可能會有點 呃 起伏 但是 它起伏並不會很大 並不會很大 就是說 這是一張非常有用的卡片 那 包括 很多職業都是啦 反正 三轉之後的 極速不夠的可能就要考慮它了 好 那這裡的話呢 之前呢 還有講的這張卡 因為這張卡的 它不會說特別的貴還是什麼的 啊 它就是大概是 它有一陣子可能會賬一些些價錢啊 啊 會再賬啊 可能會再賬回來二十幾萬左右啊 所以會跌回去 所以起伏也不大 但是這張卡真的是很香 啊 你們有玩打架還是什麼的 這張卡真的是超香的 好 那這個30%的話呢 呃 PVP裡面可以抵制50%的 啊 50級的那個套裝效果 很厲害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這裡真的是重點 喔 我昨天有講了 有兩張卡現在是不應該買的 第一張夢魘 OK 第一張夢魘 這個價錢呢 太貴了 好 第二張是米諾斯 那米諾斯現在是因為等級太高 還沒有人打 呃 但是他已經有賣出啦 那我跟你們講 米諾斯這張卡到底值多少錢啊 好 我看一下台服現在是多少錢啊 台服呢 他的最低價 我跟你講 這張卡12萬 最低價12萬左右 然後呢 顛峰回來的價錢 我們沒有講說 從 呃 最開始 就是最顛峰一直跌下來的 沒有 我們直接講說他維持的平衡價錢呢 是 二十萬左右 所以這張卡呢 在台服呢 平均就是 十幾萬到二十萬左右 那你們如果現在 用這些錢去買的 那只能覺得 只能講說就是 早買早享受啦 後買 打折扣 OK 好 那 夢魘也是 雖然夢魘呢 痾 精英卡槽 開完之後他也是非常強的一張卡 但是 現在的價錢也是超貴 那夢魘呢 呃 講真的 夢魘這張卡 我覺得他應該也是 呃 如果是最新版本 改版本之後 他好像是 呃 三十五萬以上 到五十萬之間 三十五萬到五十萬之間 但是如果沒有開精英卡槽的話呢 呃 台服是之前掉過最低的 因為這張卡呢 我恨死他了 呃 不要啦 呃 好像是在二十萬 左右而已 二十萬上下 就是如果還沒開 二十萬上下 跟剛剛的這張卡是一樣的 這張卡最低也是二十萬上下 呃 那之後呢 他就直接 改版之後就直接 叼到跟鬼一樣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是我之前 因為我們不知道嘛 那現在 你們知道了 你們就不會說 呃 蹦蹦了對吧 如果有一天 你們打到這些卡片 一定要趕快賣 有沒有 趕快賣 然後如果他有一天 降到十幾萬了 還是二十萬 你們就不要賣了 好不好 因為反正他之後會漲價 哦 今天要跟你們講的目的是這樣 就是怕你們買貴了 或者是說 你們覺得賣的價錢 不太值得了 哦 那就 不要賣 好不好 所以今天其實就是要這樣 跟你們講 哦 那這張卡呢 其實他的價錢呢 也是大概是 二十到三十萬左右 那基本上算是 極速流的 一些偉大的卡啦 像你講到爬塔的 哦 那爬塔現在 官方好像是要把爬塔 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變成日常的活動 對吧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發現 所以呢 可能未來爬塔 是一個非常 一直要 每一週要去爬 不只是一次的一個活動 哦 那爬塔現在的 最新版本的難度也更改了 對吧 會隨機的刷完 那而且他每天可以買三個鑰匙 就是說你們每天 就可以嘗試打三次 哦 那這張卡呢可能就會比較有用啦 那掛機其實也是有人在用他的 就是那些傷害已經爆炸的朋友 他們想要涌動 怎麼叫涌動 就是我不需要再吃任何的藥 我都可以回復SP 這是前提就是跟這個夢魘是一樣的道理 我不需要吃任何的藥 也不需要吃任何的那個止藥水 我就是可以涌動的 那前提是在沒有負重情況下 OK 好 那這張卡紅丸就是剛剛大家講的非常多了 那台幅是10%啦 那台幅10%的話呢 是比那個15%的屬性傷害還能更高 那8%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是差不多而已 8%跟15%的屬性傷害應該是持平了 是只能差不多吧 所以這個你們自己看一下 那今天卡片的部分呢 應該講完了吧 我有講遺漏的 你們跟我說一下好不好 好